你好我是Joyce 在上个星期举行的与昌民政府同庆一周年纪念活动中 大批民众抓紧机会缴付50%折扣的交通罚单 而陆路交通局JPJ当时也在现场设置摊位 供民众缴清罚单 不过并没有提供罚单打折的优惠 交通部长陆兆福随之表示 JPJ不会为罚单打折 目的是要让民众谨记教训 遵守交通规则 陆兆福说在5年前也就是2018年 他担任交通部长期间 早已制定不会为罚单打折的政策 当时他也一次性取消了超过400万令吉的 自动执法系统AES为例罚单 并声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陆兆福坦诚尽管了解人民会因此不满 但他强调给予罚单折扣 这对准时交罚单人士并不公平 而交通部旗下的陆路交通局 身兼道路安全的重任 因此需要向民众发出严厉的讯息 无论如何陆兆福说 虽然JPJ罚单不会有折扣 但JPJ被有其他惠民政策 包括旧头盔换新活动等等 交通部明年将把这项免费派送头盔计划 扩大到全国所有州属 包括东马沙拉越和沙巴 目的是为了确保民众可以佩戴全新头盔上路 避免因佩戴已不适用的旧头盔 面对自身和交通安全造成威胁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感谢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lom